我們這次進第二階段 我們第一階段很重要 在部落的最關鍵的小米收穫季 我們架設了太陽能板 我們這次真的是要真的在社區 加上真正可以發電的太陽能板 未來太陽能板就可以給我們老人日照中心 來做電源 未來可能老人家擺電台這邊接受日間照顧的時候 其實就不需要用那種很多的電力這樣 也可以省一筆錢 那我們請老師來跟頸頭目做起伙 我們請頸頭目先代表一下部落講幾句話好不好 歡迎一下 我們現在跟老人家說話 跟老人家說話 我們可以不要收聽說話 因為我們要收聽說話 我們應該是在那裡 我們是在那裡 我們是在那裡 我們沒有收聽說話 我們是個小子 我們要收聽說話 我 如果要去吃粿 同路代表社區向各位今天議會的來講幾句話 他非常感謝各位先進 各位媒體記者 各位我們愛護我們部落的 因為我們的部落由於你們的協助 我們會更團結做得更好 我們的部落需要各位主人 各位我們所有的朋友們來協助我們 特別在能源這個缺乏的時代裡面 他認為你們來這裡協助我們 也非常的真的是誠摯的高興 再次感謝各位你們今天來協助我們的部落 非常感謝大家 我們請我們能源局副局長陳寧慧副局長代表我們政府 來跟我們媒體各界講幾句話 好 非常謝謝劉教授 好 非常謝謝劉教授 今天非常高興能夠代表我們媒體局 來到我們這個台東 這個部落 這個部落 還有我們這個盧凱族的這個部落的這個地方 這個部落的這個地方 非常高興就是說 我們社區的居民 都有再生能源百分之百來提供社區來利用這種想法 那也跟目前的現在政府的政策是一致的 所以政府會在各種方面看看能不能協助我們社區 達成他們的願望 這是我們也很希望做到的 今天非常高興這個是社區的一小步 也是我們這個整個台灣進入的 這個太陽的進入部落的一個一大步 所以非常高興能夠跟大家來啟動這樣子的儀式 謝謝大家 謝謝 那我們台灣環境保護聯盟的會長劉俊秀教授 也是整個這個計畫在他任內一手促成 我們請我們會長跟我們講幾句話 我記得我兩年前就來到這個部落 然後跟部落的這些好朋友 大家一起討論 討論 那時候我們知道台灣核能發電 我們要把它終結掉 那我們希望用綠色能源 用再生能源來 來期待 這些所謂的化石燃料也好 或化石燃料也好 所以我們就談了很多 那當然 劉教授 台東大學的劉教授 在這裡幫我們很多 那也帶我們去整個部落去行為一次 行為一次以後 我們就發現說 這個部落 第一個 人和我們已經做到了 我們跟部落的溝通非常常通 第二個 這個部落 它基本上 它有很多應變 適合我們做人員百分百的應變 的這個事情 第一個 它已經現有的一個 所謂的川流市的這個 水利化電廠 川流市的水利化電廠 它是一個小型化電廠 我們台灣環境保護聯盟 在大概20年前 我們就一直在強調啊 就是說我們希望電力的夠 盡量社區自主 不夠的再由外面進來 我們不希望那種 直接大電廠 發電的店內 直接送到 每天都直接送到我們的社區裡面 所以呢 我們那時候也有推 所謂的小型 小型化電廠 我們希望社區呢 自己發電自己用 那不夠的時候呢 再由外面進來 那有很多小型的電網 就可以變成一個中型的電網 然後很多中型的電網 就可以變成前台灣的大電網 那這樣互相之言 這樣台灣的電呢 就不會有問題 這是我們當初的想法 那後來因為太陽能 二十幾年來 太陽能的發展 太陽能發電的發展呢 發展得很快 科技的進步非常快 還有風能的進步也非常快 所以呢 我們就想到說 在社區裡面 我們不只是要有水利化電啊 我們應該也有這個所謂的 這個太陽能發電跟風力發電啊 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 然後呢 這個部落呢 正好這三個條件都符合 第一個 水利化電 川普市的水利化電 它日濟時代就有了 第二個 它這裡陽光充足 它這裡陽光充足 南部陽光充足 第三個 它也可以執行風力發電 所以呢 我們在兩年前的時候呢 在跟著部落談的時候呢 我們就提出一個構想 我們希望呢 這個部落能夠做到 再生人員百分百 所以我們就開始去推動 那推動呢 剛開始 兩年前我們是怎麼 開始來這個 來這個看 看這樣子 把環境認識嘛 對不對 再來就是他們 我們部落的社區發展協會呢 就是溝通 溝通了以後 他們社區發展協會的溝通能力非常好 我們也把我們的理念 跟部落的族人講 那族人也漸漸在認同 好 那再來我們就來辦營隊 所以我們第一階段的營隊呢 在上個月已經辦好了 辦了 我們有很多學生 青年學生來 然後呢 今天呢 又來第二階段 算是第二階段的營隊 第二階段營隊呢 因為我們真正要把它做上去 就是把太陽能板直接掛到屋頂上去 我們真正要做啦 那將來讓這個社區發展協會中心的電力呢 白天的電力 至少白天的電力啦 可以用 直接我們來發電 發電供給這樣子 好 那用這種方式呢 慢慢慢慢的擴展 擴展 擴展到希望每家每戶呢 將來 他們的電力都可以自主 或是社區之間互相 互相幫助 或是在社區裡面 有一些公共地區 有一些公共的土地 我們也一樣放太陽能板 然後就也提供給社區 然後讓這個社區呢 在平常的時候 就是 沒有意外的時候呢 他的電 能夠自己自主 那當然這是一個很偉大的目標啊 很遠大的目標 不要 也沒有很遠啦 我想大概五六年應該就可以完成了 就是一個很大的目標啊 那我們希望這個目標呢 在這裡先做好以後 好 那我們再把它推到 台灣的其他社區 我們會先從原住民的部落先推 推完 然後再來再推到台灣的一些社區 然後這樣子的話呢 正好也是 現在符合世界潮流 我們知道 那個溫室氣體 那個 氣候軟化的這個問題 氣候變遷的這個問題 對現在整個地球來講呢 是非常嚴重的一個問題 那我們要解決這個問題呢 我們台灣也是地球村的一分子啊 我們需要來努力來做這件事情 我們做這件事情呢 當然我們現在只是在部落做 我們將來當然就會變成整個台灣 然後我們就是地球村一個很好的榜樣 我們用這個方式來做 我們希望呢 人延吉呢 在這一方面呢 對我們的構想呢 能夠鼎勵支持啊 因為大家知道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 它機會都是用募來的 用募款募來的 所以也是非常辛苦 我們辦一個營隊呢 要花將近一百萬 我們就募了 你看我們所有的教授 大家都要去像乞丐 去跟人家拜託 這樣子 我們募款募也是很辛苦 那我們希望呢 我們初步的東西已經做好了 那我們接下來呢 希望 人延吉呢 能跟我們 就是讓我們來跟他們合作 然後呢 把這個社區呢 真正的推倒這個 立人百分百的這個目標 這是我們的信念 謝謝 我們這個 悲人鄉的鄉長 趕過來啦 那我們 劉中正 劉毅也 特別趕到 掌聲 歡迎他 這一次 會能夠 有這樣一個成功 我們會長跟我們講說 像乞丐一樣 我這幾個已經幹幾十年了 差不多啦 幹了四十年 是我們張國榮 我們環保署前署長 歡迎他 他80歲了 從民國六十初年 反核到現在 也當過環保署長 也是我們環門的會長 歷練非常豐富 那我們業者今天也非常感謝 我想我們業者 我們茂迪公司 是不是跟我們講幾句話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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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公司也是秉持著 有企業責任的一個形象 然後 響應新政府的一個新的立人政策 因為這樣子 這次也捐了大概十片的模組 來這邊去支援這個活動的一個進行 那也在這邊預祝活動順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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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那個金聯力公司 我們范董 在這邊 大家好 范陽綺 我認為太陽能發電 是一個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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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 因為很重要 所以講很多次 我所有的親戚朋友 通通叫他裝太陽能發電 不管是吹冷氣也好 或是響應能源局的再生能源推廣 這個把電蔓給台電 那這也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活動 所以 我今天很認同大家說 太陽能板在台灣是一個 這個全世界第二名產量的一個國家 那我們不用誰來用 太陽能 這個台中有太陽餅 所有人都吃過 全台灣人都吃過 那台灣的土產也是太陽能板 我認為也應該是全台灣人 都應該使用太陽能板 就像吃太陽餅這樣子 謝謝大家 我是金極力能源范陽綺 謝謝 我只顧慧勇 我是推動委員的那個早起人 你們看到我摸這個板子 真的很感動 我感動不是蔡英文跟我簽名 我感動的是 她保護我們整個達爾瑪克的 部落的生命跟財產 能夠保護 不要再有土石流 不要有核能來傷害到我的部落 那這個是我唯一的 非常感動 那也真的謝謝這次活動的所有各位展官 能夠來到部落 也希望圓民會也能夠重視我們的部落 我們已經在推力能百分百 也希望我們圓民會能夠感受到能夠幫忙 也謝謝各位來到我們部落 也謝謝大家的努力 我們來 這個女子 包含我們頭目要坐一下 我們請頭目坐一下 沒關係嗎 沒關係 抱歉 我們 最後 我們請我們張國榮 我們張教授 也是我們前環保署的署長 台灣最早反核能 推動綠能的教授 我們張署長 給我們美麗幾句話 再生能一面的重要性 是牽涉到我們子子孫孫 不能夠在這個地球上永續地住下去 我們曉得過去 我們用太多的化石燃料 那這些化石燃料 當然最後都變成溫室氣體 大家要知道 二氧化碳一旦排入到大氣層裡邊 它的濃度差不多是萬分之四 全世界沒有一個技術 可以從萬分之四的濃度裡邊把它濃縮出來 也就是說一旦排到大氣層裡邊 你一輩子也休想把它拿回來 所以 為了我們子子孫孫能不能永遠地住在這個地球 我們唯一的手段就是要用再生能源 那我非常高興我們環保聯盟 兩年前開始來這個地方 本來是要探討這個溪流怎麼去整治 那沒有想到劉教授跟他討論之後 促成Taramat這個地區 怎麼樣變成一個百分之百的綠色能源的一個部落 那這個它的意義非常的重要 因為它的成功 就會帶來整個台灣其他社區的魔法 也讓台灣很多社區來這個地方學習 每一個社區一個一個的都變成綠色百分百的社區 那這樣子我們就維護了我們子子孫孫 繼續生存在這個地球的機會 謝謝各位 因為時間也不方便 讓大家等太久 我們平衡特別安排一個 活動 裝置 你不是要請那個媒體 直接上去鎖沒有畫面 直接上去鎖沒有畫面 就是有 上去拍 好不然這樣 剛才鄉長讓他喘一下 我們鄉長同步還可以做 開戰一下 我們請我們議員好不好 由議員 由議員跟我們講幾句話 沒有沒有這個 來議員幫忙一下 把那個學生醫工來幫忙搬到上面去 大家好 首先我要感謝我們在座 對我們這個環保節能 多年的努力 我們推動的 不管是個人或者是單位 我們真的是目標是一個很正確的 我們要永續 就是要我們這個目標去前進 那感謝 那尤其是更難人可貴的 能夠賢定在我們打路馬克 做一個選區來推動 真的是謝謝 也期盼能夠借這個機會 讓我們的環境能夠永續 最後祝福大家身體健康 讓我們的活動能夠圓滿的成功 謝謝 謝謝 我們鄉長 這一棟建築物 是屬於鄉公所的鄉產 所以我們當時 一裝置這個想到太陽能 就想到這一棟 鄉公所的所有財產 那我們鄉長也非常樂意 而且很配合 上面就開始幫我們做了一些掀起設施 等一下方便 我們邁引我們幾文獻喜鄉長 跟我們支持 謝謝 我想今天的活動 只是推定了部落的一小步 那要跟各位媒體講的時候 我相信達魯馬克這個部落 是全國做利潤部落 最有條件的一個部落 那這邊有一個水力發電 從日記時代一直到現在 如果可以將這個水力發電 再重新整理過後 我相信它的被冷 大概可以增加到三到四倍的一個被冷 如果再加上太陽冷 那我想這個部落 它是可以完全自主自給的一個 在電力這方面 電源方面 是完全可以自主自給的一個部落 那我想小營政府也是在推這樣的一個利能部落 這一個利能的產業 那這一部分 其實我們去年度 我們就跟劉總局劉教授 跟我們的部落的 還有我們的前理事長 其實在去年 我們就一直在研究這樣的一個方案 那今天可以這樣的一小步跨開 那我想說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那也希望中央政府也能夠看到這樣的一個點 然後可以盡全力來協助東新部落 塔路馬克可以真正成為一個利能的部落 那我們再次謝謝所有的支持我們 幫助我們的團體 謝謝 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到二樓 來裝置太陽能板 那這一半板裝置 這一個第一片板子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會鋪到4K瓦 等於是足夠供應我們整個社區活動中心來使用 好 等一下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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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可以 可以 好 好 可以 好 好 好 放入水 放入水